欢迎来到英俊秀 有请节目主秀 球英俊 好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英俊秀 我是球英俊 来 大家看到我们今天这个舞台啊 应该是我们英俊秀 有史以来最隆重的一次 看到这个舞台 不由得让我想到了 两年前我的婚礼 她的娱乐 是与我最有缘分的 小英俊 喝了吧 喝点水吧 去娶你了 好亲爱我了 可以 我答应你了 You only looked at me and I was yours But when I turned around You were nowhere to be seen 今天我们终于结婚了 我很高兴 嫁给你就能为嫁给了幸福 我希望你之后要去低身体 你不要去忙着工作 因为在之后的日子 只有你幸福了 我才能嫁给幸福 我爱你 I will start to deal All I have are memories in this song 确实啊 这个现在回想起来 心情还特别激动了 当时为了这场婚礼呢 我也是费了不少的心思 包括大家刚刚看到 其中一小片段 我们拍了一位电影 三天时间 我们拍了一个 将近一个小时的微电影 可以说精心筹备了 这么一次婚礼 就是为了给我的老婆 这样一生难忘的 这么一次典礼 说实话 这婚礼那天我也挺紧张的 我们这典礼就在我们那相声会馆 应该说每周我都在那舞台上演出 但是那次登上那舞台 心情特别的忐忑 前一阵子过圣诞节 这个圣诞节啊 有这么一传说 那时候这圣诞老人 会架着寻路拉的雪橇 挨家挨户的送礼物 这其实就是传说 现实世界里的不可能有圣诞老人 就算真有了 那形象也不可能是 咱想象的那个白虎老头 架着雪橇 不是那样 我推断肯定是这样的 圣诞老人呢 穿一个橘红色的工作服 开着一个电三轮或者三蹦着 上去托着礼物 给我们送礼物 也不走烟筒 车停楼下 直接就喊 乔军有你快递快下来拿来啊 依我看这圣诞老人 那不是圆通的 那就是深通的 而且这个快递行业 也真应该拿这个圣诞老人 当祖师爷 你想啊 人家圣诞老人 一晚上派件能上亿 更厉害的是 直接把那快递塞你袜子里 从来不允许那客户 先验货再签收 那个圣诞老人啊 咱们知道是假的 编出来哄小孩的 那么这种假就是好的 但是假的东西 大部分是不好的 前几天 新疆库尔洛 有这么一对夫妻 四年前啊 人家在民政局领了结婚证 今年买房的时候 被告知 这个证件是假的 民政局的一位负责人还说了 因为啊 当时经费紧张 局里呢 自己印了一部分 成本地点 但是一扫描 就能看出来是假的 这结婚证啊 可以是假的 但这婚姻它不能造假啊 那得夫妻之间 心心相应 这让我想起了 我当年跟我媳妇 领结婚证的时候 那对于我媳妇来说 这张证书 就是一张长期饭票 对于我来说呢 那是一张 能无限次刷的洗衣卡 这结婚啊 不是男的上嘴唇 一碰女的下嘴唇 就完事了 那比去西天取经还难了 今天咱们这节目呢 就来说一说 结婚的各种艰难嫌足 有的家长啊 他拿这个结婚当买卖座 自己的女儿 就是手中的商品 但是这个买卖 有时候 它也不符合市场规律 比如说啊 很多这个大龄圣女 家里要彩礼 少一分都不行 十万八万怎么要 这就不对了 您各位上超市看过的 快到保质期那个食品 基本都打折出售 要不再过 我那就下架了 你想我那搭档于丹老师 他结婚那会儿 女方家里一张嘴 要十五万的财力 那这儿于老师刚工作 哪有这么多钱 结果你猜 女方家说什么 没钱 没钱你找银行贷款的呀 这不斗心 你这理由 哪带得出款来 你还别说 于老师真有银行的朋友 那这也没用 人家贷款的经理说了 哎呀于老师 不是我们不帮忙啊 这个房贷车贷 你还不了 我们可以没收你的房 没收你的车子 这你娶媳妇 你还不了 我们怎么办 到时候我们上门 可要收媳妇啊 或者到时候 你真一剥了脑袋 你不给了 我们还得申请一个强制执行 你要有孩子 我们也一块抢掉 孩子你凭什么抢 啊 孩子算利息啊 真要是能按切娶媳妇 那您说这媳妇 是不是跟那房一样 也有产权啊 到七十年就得离 那这彻底就粉碎了 很多人钻石婚的梦想了 这还是不错的了 七十年产权 要万一没留神 娶了一小产权的媳妇 醒徐哪天 让村子就给你收回去了 这十五万的彩礼啊 说多也不多 但是这十几万 总归是有数 最怕就是没数的 因为我们那导演杨子 那会儿啊 俩人跟他竞争一个媳妇 女方家人这全横了 一共仨人 这仨人谁条件好啊 都得问问吧 掉下来 这小伙说了 我们家啊 汽车销售 存款就几百万 不少啊 那你呢 这小伙又说了 我们家开煤矿的 一年一个多亿的收入 太厉害了 再看杨子 你呢 杨子我没钱 一分钱存款都没有 还有一孩子 二婚 二婚你跟我们家起什么哄啊 再看杨子 一乐 一指他女朋友这肚子 这孩子就在你闺女肚子里 这就说明一个问题 无论你多有钱 关键位置 那得有自己人 要说这个未婚先孕啊 什么奉子成婚啊 那娱乐圈的明星里 能找出不少了 比如说啊 这个前一段时间 收视率很高的 爸爸去哪 里面那个林志颖 就属于这样的 人家孩子都能打酱油了 两口子还没正式结婚了 林志颖带着Kimi Kimi问了 爸比 我们去哪啊 走 跟你妈去拍婚纱照去 啊 爸爸 你们没结婚啊 那我是从哪来的 哎傻孩子 你是爸爸买赛车时赠送的 据这个媒体报道啊 林志颖的婚礼 安排在泰国 而且这婚礼形势很特别 就是林志颖骑了一匹白马 来迎接自己的新娘 这就是现实世界里的 白马王子了 说到迎亲啊 那算是婚礼里边 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了 在咱们这儿呢 一般不会出现这个 新郎骑着马迎亲的 条件不远举 撑死啊 新郎自己开着车迎亲 这就算比较有创意了 我们邻居有个姑娘 结婚那天 新郎亲自开着头车 浩浩荡荡车队往前走 突然 新郎一脚急刹车 买车就停路边了 那范娘吓一跳 哎 这怎么了 怎么买车停路边了 再看新娘子不着急 没事 她原来是开出租的 一看马路边有人招手 自己就停那了 在这个婚宴上 能折腾人的地方 就更多了 比如说敬酒啊 一桌子十个人 一场婚礼 少说一点二十桌吧 这一圈转下来 你就喝水你也受不了 于丹结婚的时候 想了一招 非常的巧妙 怎么办呢 私一现场说了 今天到场的各位来宾 每桌选出一个 喝酒最多的新郎 会送给他一条中华 这话一出 每桌都喝疯了 大伙都喝多了 谁还有心思灌鱼丹啊 最后二十桌 选出了二十个人 结果一个人 拿了一条中华牙膏 就回家了 分理上啊 还有很多的环节 都是私一设计好的 比如什么进赶安茶呀 夫妻走红地毯啊 点个竹台 倒个杯塔什么的 我看了这么多婚礼 都是大同小异 唯独一个环节 每个婚礼都不完全一样 就是双方的庆节发言 也就是双方父母啊 讲讲话 但是这父母 干什么工作的都有 什么脾气秉性也都有 所以说出话来 就各具特色 比如说于丹吧 结婚的时候 他爸爸发言 老爷子干嘛的呢 说评书的 上台介绍俩人恋爱经过 啪 我儿子跟儿媳妇 在公园里正溜达着 突然俩人就进了小树林了 就听真儿楼一声 您要问怎么着 下回咱再说 咱就是愣了 爸 下回再说 这结婚还有下回啊 哦 我明白了 您这是留着扣子 等我二婚的时候再给续上 这您要是来一个长篇评书联播 那我得娶多少媳妇啊 这个我爸爸也好不到哪儿去 我爸爸原来是业余 向上演员出身 捧跟的 我结婚时双方家长发言 我爸爸跟我岳父都站台上了 我那岳父说了很多祝福我们的话 最后一句 啊 我再说一句啊 祝小两口白头偕老 美满幸福 哗 抬下鼓掌 我爸爸一看鼓掌 忘了这是婚礼了 扭头冲我岳父 你呀 别挨骂了 居宫他走了 所以今后啊 这个亲家讲话 也得提前的排练排练 省得到时抓虾 要是这两个家庭啊 如果差距太大了 那可能啊 真得找一找共同语言 要不然很难在一块生活 你看过去 结婚就讲究这 门当户对 比如说啊 男方是大学的讲师 女方呢 高级白领 这就算般配 男方 著名主持人 女方 制片人 般配 啊 要不男方是大导演 女方是 戏剧学院刚毕业的 这都是般配 这也有那不般配的 男的家 一家子摆摊卖烧烤的 女的家呢 一家子城管 小舅子要一串门 这算灭门惨案 那刚才这都是开玩笑啊 门当户对 这都是过时的思想了 只要有真爱 我觉得什么都不应该成为隔阂 爱情是两个人的事 结婚呢 是两个家庭的事 但这也不是大操大办的理由 咱们不能因为结婚 连两家折腾都翻了天 所以说这婚礼啊 您得量力而为 花个几十万办婚礼 你就能保证今后不离婚 所以时下很多年轻人呢 搞出了很多别出心裁的婚礼 花样特别多 什么水下婚礼啊 高空婚礼啊 还有这婚礼不顾车队的 新郎骑自行车接新娘 国外还有在这个蹦极台上 举行婚礼的 婚礼的来宾都从台子上蹦起来 这好 随份子少的 不给他拴绳子 刚才说的各式各样 新奇的婚礼 这还算是少数的 大部分人结婚 还是不能够免去俗套 找个酒店 摆几十桌 结婚对于年轻人来说啊 算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了 咱们说尽量不要铺张浪费 大操大办 甚至借钱结婚 这都不可取 当然也不能太抠门 总归也是终身大事 得考虑的周全 不过呢 我刚刚说的 都是咱们中国传统的结婚模式 到了外国 不一样了 世界各国的婚礼风俗啊 不尽相同 拿德国来说 可能这个德国人啊 平时过于的冷静严肃了 结婚了呢 得放松放松 吃饭喝酒不在话下了 婚礼的重头戏 摔盆 要不说他们这老外不懂呢 那个盆 是谁都能摔的 摔盆的 那都是长子 摔完以后就起零了 是吧 但人家那不是啊 来参加婚礼的客人们 每人带几个破盆啊 破碗啊 破碟子 破鞋啊 破鞋没有啊 然后门命的 这么一吐摔 他们认为什么呢 这是帮新婚夫妇啊 除去了昔日的烦恼 迎来了甜蜜的开端 你说这德国人也够有意思的 摔得粉粉碎 这是甜蜜的开端 咱这儿没人这样吧 有 我们那80后老艺术家 赵大爷 当年结婚的时候 就学德国这时候 结婚当天 摆家里凡是带词的 什么锅宝瓢 连共同都摔了 家里一地的碎瓷片 等把媳妇娶到家 媳妇一看 感动了 哎呀 都说我们老赵抠门 哪是啊 你看他为我结婚 摆家里存钱罐都砸了 到了俄罗斯啊 就更有意思了 按照俄罗斯的传统说法呢 这个酒是苦的 应该用新人的吻 把它变甜 所以啊 要到了俄罗斯 举行完婚礼正吃饭呢 有客人喊了 苦 赶紧新人撂一块子 站起来 深情一吻 象征甜蜜啊 这俩人刚坐下 没吃两口 又有人喊了 苦啊 赶紧撂一块 站起来 还得一口 啊 这这就有人看出便宜来了 好 一喊苦来一口 那我一直喊 苦苦苦苦苦苦 新郎不干了 大哥 您别喊了 您看看 我媳妇桌子都快断气了 这是外国的风俗啊 是适应外国国情的 在咱们中国呢 还得按咱中国的这套方法来办 有很多的外国朋友 也会选择呢 在咱们中国 按中国的方式结婚 而且这老外啊 也怪 他们还爱选这个 最古典的方法 骑马坐轿 一个黄头发 蓝眼睛的外国人 骑得马上 走在街上 一会儿呢 接一个中国姑娘过来 小区里大妈看见 误会了 哎呦 你看看 八国联军又来抢姑娘了 要说这办婚礼啊 这个虽然说我办过了 但是还算是个外行 为什么你就办这一次啊 今天啊 我为大家请到了两位啊 婚礼界的专业人士 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婚礼秘籍 让我们掌声有请 婚礼人贾金奎 潘真玉老师 邀请 两位都是专业的婚礼人啊 简单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好吧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贾金奎来自天津 从事婚礼行业 有14年的这样的一个经理 我是从事婚礼行业的话 应该有七八年左右的时间了 做过很多的明星婚礼 都哪些明星是在你那儿结的婚 比方说那个金太郎幸福生活里面的 王雷李小芒的婚礼 那么还有乒乓球冠军王浩的婚礼 再就是央视主持人沙童 和他的演员夫人刘媛媛的婚礼 还有金马影后好雷的婚礼 奥运冠军刘璇和这个王涛婚礼 对对对 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 其实我觉得很幸福 不仅仅是我跟王涛有12年的这样的情感 我觉得我们收获了这么多的祝福 是这一辈子最好的礼物 真的因为我跟璇谈恋爱十几年 从来没有在聚光灯下这样 我刚才璇说这一刻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我有选业 很感恩 所以一分钟也可以 刘媛媛小姐 这么帅的帅哥现在难寻 错过了就没有了 你愿嫁过 Yes 度腰带可以 贾老师有没有创办过民众的婚礼 如果说明星的婚礼的话 记忆最深的应该是在2003年的 世界奥运体操全能的冠军 李小双的婚礼 李小双的婚礼是您操办的 那她那婚礼是不是也得有点什么翻个跟头 没有 她自己没有翻跟头 但是她的那个时候的她的小师弟 当这个张贝宁把鲜花抛给他们的时候 他们真的乐器的高度特别高 然后好多人真的就遇起 然后有一个人在空中突然间把这个鲜花接到 然后随时就有一个什么潜贵欢 然后还亮相 大反正这个婚礼 这个应该说现在的新人和过去新人 可能也会有很大的变化 要求也不太一样 我一想当中我小的时候 特别小的时候参加那个婚礼 很简单 没有什么主持人 可能就是有个朋友给喊几句 家里一吃饭就得了 后来逐渐开始有主持人了 慢慢对主持人要求又高了 要求新 求变 每一场跟以前还不能一样 您感觉现在的新人和过去有没有区别 之前可能新人他特别喜欢 就是我们做好了这样的一个婚礼的套戏 比如我们之前做的婚礼 他看到之后会觉得 真的这就是我想要的 然后他会和我们去订 然后我们就为他去执行这场婚礼 那么现在很多都是85后90后的新人 他们来到我们的公司 一般都是新郎特别的故作镇静 很成熟 不拿着当事 接好也回来 对 女孩子呢 新娘呢 她都会那种特别积极 有的就眼睛放光 老师您说得真好 这个方案真的我特别喜欢 再说一个好吗 然后我们的策划师就非常认真的 特别用心地给她讲 再讲第二个方案 然后女孩子眼睛再放光 再讲一个好吗 然后呢她又再讲 这个时候新郎说话了 我我我说两句啊 这些都不错 可我一样 我都不要 必须给我做一个 都已无二的婚礼 然后呢新娘在那时候 那个小姑娘就特别可爱 老公真的好爱你好爱你 哎呀 小伙子们听见了吗 怎么博取女孩的方心 都已无二的婚礼 谢谢我抖不腰 记住这关键词啊 抖不腰 您二位有没有做过特有创意的婚礼 我记得印象比较深的就是 曾经我们在三亚做过的一场婚礼 那么新娘跟我提出有一个要求 说我希望我的婚礼现场呢 会有海马 我脑子一下转路 我想到那河马了 那么海马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要送给每位来宾的 但是新娘有个特殊的要求 就是这个海马的眼睛要炯炯有神 它是晒成干的 但是那个眼睛炯炯有神 我们找遍了三亚没有找到 那后来通过一些技术手段 就真的让那个海马的眼睛有神了 它为什么要用这海马 您知道吗 它因为三亚它是海洋婚礼 然后它希望这个有这个海马的小元素 而且这个海马一定是在三亚这种海边 才会出现的 我以为这新娘子什么寓意呢 因为这海马都是海马爸爸 负责怀这小宝宝 所以他就意识 以后生孩子我不管 这个婚礼当中 有没有一些突发事件 比方说我们之前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新人 新娘在临入场的时候 坐在那开始哭 然后说我不想结婚了 我要想一下 我是不是要嫁给她 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督导 当时就一个想法 就是先把这个新娘保护住 不能让她真的跑了 然后接下来 督导跟她敲敲说 姐姐 定计已经叫了 但是我们的反应就可能 真的第一时间就进去 然后跟主持人讲 说时间顺延二十分钟 给我二十分钟的时间 去开导新娘 然后跟她讲了很多 在婚礼筹备过程当中 新郎跟我们说的很多故事 小细节两个人很感动的地方 然后通过这个让感动新娘 她觉得 这个婚礼无论如何 我还是要再进行的 太不容易 这做婚礼还外带着心理疏导 别让我们是婚礼人的 没错 尤其是优秀的婚礼人的 我们再次感谢贾老师 感谢小玉姐 我们请二位见到台客休息 谢谢 看来这个办婚礼 真是一个大工程 尤其是对于明星来说 为什么明星千人瞅万人看 大家都关注 今天我们的现场 除了请到了贾老师 小玉姐 还为大家请到了一位 来自宝岛台湾的大明星 她为她老婆办了一场 巨大的世纪婚礼 让她老婆成为了 至尊新娘 我们有请黄国伦 你好 来自台湾的黄国伦老师 我用歌来自我介绍 好啊 你唱好不好 来 这是我在九几年 帮苏永昌写的歌叫 《男人不干扰女人的泪》 再来一首好不好 好 要听吗 我们听到 不想念你的笑 想念你的外套 想念你白色袜子 和你身上的味道 我想念你的味 和手指淡淡眼草 味道 几种曾被爱的味道 这歌我知道 你听过吗 我听过 但是我对这歌一直有疑问 这个白色袜子 到底是个什么味道 林局长 这样好不好 我不要唱太多 因为我再唱下去 今天就变成我个人演唱废了 我再唱一首就好了 因为我觉得你们的观众 真的 你划入我一点 最后我唱这首歌 也来祝福所有的观众 不要对他说 夜里会太多 不要对他说 你总是爱的太犹豫 别说你为他 为他而领域 我为人受折磨 独自去拥有 曾经的温柔 大家说 国伦老师唱得好不好 好 谢谢 其实国伦老师 不光这个音乐写得好 歌唱得好 其实他这个婚礼 自己策划的也特别好 大家想不想看 想 我们来看国伦老师 这个婚礼上 是怎么样的 非常非常感动 你们可以出席 我跟乃欣的 《遇见天使遇见爱》的演唱会 那今天 我办这场音乐会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因为乃欣 想在他人生最重要的日子 听他的老公唱歌 我要来唱一首最重要的歌曲 这首歌就是我 第一首主打歌 《我愿意》 著名词曲作家 节目主持人黄国伦 用两次婚礼 外加一场婚礼演唱会的 婚宴排场 让老婆寇乃欣 十足感受到 至尊新娘的待遇 演歌当天 黄国伦更是费尽全力 又唱又跳又下跪 才抱着美娇娘 整场婚礼 共发出九百多张喜帖 喜开白桌 众星云集 如此大阵仗轰炸了整个演艺圈 堪称是2010年最高规格的一场 世纪婚礼 哎呀您看了吗 我结婚我办了一场婚礼 我这一个脑袋顶俩大了 你这办了两场婚礼还带演唱会 这个你怎么想的 我觉得我想我给我老婆留下一个 此生最难忘的回忆 所以我是这样办 我其实我是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密婚 我守口如瓶到什么程度吗 什么程度 我密婚 我只跟家人讲 而且演艺圈 我只跟一个艺人朋友讲 那个艺人朋友就是 寇乃欣小姐 就是我老婆 其他人我们都没有讲 那这个风声怎么走路出境 风声怎么走路 听说有个乌克兰的朋友 他在以色列耶路撒冷 拍到我们两个结婚 因为我们穿着婚纱 走过市场 我们来到一个500年前的老教堂 然后听说这个乌克兰的朋友 他也不认识我们 最后把他放在他的网路上 然后被台湾的朋友看到 半年以后曝光 但是我们也感谢他 因为这样一曝光以后 我们其实我跟乃欣就坦然的 就跟大家讲 我们已经结婚 然后我们很幸福 可是因为我们密婚的关系 我们没有劳师动众 家长都没去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满足我老婆 再让他办一次隆重的婚礼 所以我就再为他办的第二次婚礼 这是第二次啊 然后我老婆提了一个要求 我希望你可以办一个演唱会 我在演唱会中走出来跟你结婚 当老婆有要求 老公就一定要照办 因为我写过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 但是我也跟我老婆讲 女人不该让男人太累 我说老婆既然你真的要我办 那我就帮你办 结果我真的办了一场真的像样的演唱会 我找了五月天的音响工程 花了很多的钱 就为了博我老婆一笑 我为了这个演唱会 真的我压力真的很大 因为我们请了很多新朋友好友 还有很多我们艺人的朋友 还有很多名人 包括台湾的首富郭台铭都来 然后大家来见证我们的爱情 我们两家结婚是双喜临门 我们找了两个喜字的弱势团体 一个叫喜乐育幼院 是孤儿院 另外一个叫做喜乐之家 是喜憨儿的 我们把这两个喜 最后把他们请上来 然后我跟我的老婆呢 我们现场我们两个人 各捐一百万出去给他们 对啊 这样的效应引起了现场 我们有一位台湾的首富郭台铭 他非常的感动 他就走上来了 牵着我们两个手说 他愿意再帮我们锦上添花 两百万 他再加一个零捐出去 到那一刻我们就觉得说 虽然我们两个结婚是小爱 可是我们把它变成大爱 然后我们看到很多小朋友 若是孤儿的小朋友 他们可以得到很多的帮助跟祝福 所以我觉得那才是我们婚礼 最美好的地方 你就说你们的婚礼不光是让大家见证和分享了你们的幸福 也把你们的爱传递了什么 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 那这个你像我结婚啊 这个那天焦头烂额特别累 忙得不可开交 其实你说累什么呢 也不知道累什么 特别紧张 你婚礼的时候又前面演唱会 后面还结婚 对吧 还得那个想让郭台铭捐钱 是吧 你最紧张的是哪个环境 害怕就是让大家招待不周了 因为我们在最后的那个盛大的婚宴的时候 有一百桌 一百桌 这要按咱这来讲一百桌敬酒 敬得过来吗 我们敬到第五十桌的时候 第一桌的人就已经离开了 因为太久了 其实我发明一个事情 就是未来你们结婚 不要一桌一桌去敬酒 如果桌素很多 分两边 右边的朋友 把杯子拿起来 一次把它干掉就好 左边的朋友 一次干掉 你这描述的像水浒电视剧 来了很多朋友 还有很多的明星大腕是吧 没有不敢当了 因为我们是演艺圈的明星夫妻 所以有好多明星都来 都谁来了 但是我跟郭彧讲 我挑明星来的 还有那个想来不让来的 当然 我不挑比我老婆大牌的 万一蔡依林来的 明天的报纸都是蔡依林 我们就上不了头条了 非常有心思 来这么多人 对吧 又得照顾的周全 不能失了礼 这你有什么办法吗 因为我没这么大的规模 你几桌啊 我可能也就是二十桌 因为在天津比我伙小的 可能也就这二十桌 刚刚国伦哥说了很多他结婚的故事啊 非常的感人 但是其实结婚是一个仪式 对 但是一个女人答应嫁给你 就是求婚 那很重要的 没有求婚 哪来的结婚呢 当然啊 对 求婚比结婚还重要 没错 你怎么求的 那时候在演艺圈 很多人都说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 其实我们两个都说 我们是好朋友 明星都这样吗 嗯 我们是好朋友 一号你们就知道 说我们都是好朋友 就是什么意思啊 对 然后他的丈人 就是我的丈人 嗯 他的丈人 我的丈人不开心了 他觉得在媒体上 我的女儿好像在倒追我 我必须弄个局 让我的丈人知道 我是认真 爱他的女儿 想娶他的 打动老婆之前 还得先打动老丈人 那一天我就办了一桌 就把他们家人全部请来 嗯 吃饭吃到一半 我就叫服务员 把门关起来 然后我就站起来 我就对着他的丈人 跟我的丈母娘 他的丈人 你们家太乱了啊 你们家太乱了啊 然后我就对着他们 很认真的 我说 扣爸爸 扣妈妈 请你们把女儿 交给我 然后我就鞠躬 然后鞠躬九十度 他妈妈就哭了 他妈妈说 好像韩剧哦 我说 我会认真的 照顾你女儿 如果女儿不答应 我就不起来 然后他们半天没有讲话 然后那是第一部曲 他们答应了 然后开始 我就要真的 跟我老婆求婚了 有一天半夜 我抠奶昕说 你来看一下 我有个东西要给你 然后奶昕就从他家里 跑到我的房门来 然后奶昕进来 他看到我画了他一幅 他最喜欢照片的素描 那一天我就跪在地上说 你愿意嫁给我吗 然后奶昕就流泪 他说他愿意 然后我们就在十一月七号 就是我生日的前一天 我们在香港的半岛酒店 我在房间里面跪下来 把戒指拿出来 隆重跟他求婚 那在这个台湾啊 你们办婚礼 有什么讲究没有 我们是一定要有一道甜汤的 甜汤 百合莲子家红豆汤圆 就是百年考核 早生贵子 非常的吉祥啊 我跟奶昕的婚宴 我们真的精心设计 我们每一道菜 都有不同的菜名 都用天使来取名的 比如说天使折断的羽翼 就是鸡翅 你说这一切我都听明白了 你们结婚要做公益 随份子来了 你捐出二百万 让人郭台铭来 让人捐两千万 合着你做了半天公益 一分钱你也没套啊你 我们把钱都追进去了啊 而且说在我们办这场婚礼 最后是亏钱的 其实我认为婚礼要隆重 但是不要奢侈 对于这个结婚啊 这个有的说 像我们天津啊 会要求这男方买房 假聘礼 女方呢得陪家买点车呀 家具呀 电器呀 你们那是不是这样 如果要买房才能结婚 台湾估计很多人不能结婚 我们就去租房子啊 租房人家丈母娘乐意吗 好过牛肉街道吧 有些人说要立业才能成家 但我个人说成了家以后 业就可以立了 所以其实有很多小夫妻 是没有房就结婚 有慢慢两个人打拼 就有房了 所以奉劝我们的丈母娘们一句话啊 别老逼着 姓姑爷买房啊 郭伦哥说多好 总得露宿街头强是吧 或是先住在爸妈家嘛 哎呀 你真想得开 我觉得人啊实际很重要 我觉得真的不要太紧绷 我觉得结婚开开心心 得到祝福最重要 那你见过的最离谱的婚礼 会是什么样的 我们一人结婚 有一个婚礼杀手 他是专门不请自来 就冲进人家婚礼 专门去抢新娘捧花 而且他是个男的 所有人就空欢喜一想 然后那个男生 请到哎呦在这里 好 非常感谢郭伦哥 跟我分享了个精彩的婚礼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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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面还是要请上贾老师 和我们的小一姐到台上来 今天和三位分享了这么多 婚礼上的故事 我也有点心潮澎湃 我想在这现场 我再办一次婚礼 真的吗 当然了 那我要来抢捧花 哥 郭伦哥 你这个歌不见得抢得着 郭伦哥 你有你的任务 我的任务是 你要为我这场婚礼来现唱 我不随便唱歌的 今天你一定要唱 要不你捐两千万 我唱 那么请我们的贾老师 和我们的小玉姐 来为我们策划这场婚礼 请贾老师做我的婚礼司仪 我也是不是随便主持 真的 那你也捐两千万 好 我请我们在座的 各位现场的观众来见证 我的这场新的婚礼 我们看到她的步伐 是如此的坚定 在此刻 如果你做好准备 就希望你 把最真情的表白 送给她吧 亲爱的 今天在英俊秀的舞台上 我们结婚了 我想 即使 彭彭 和菲菲 复婚了 头版头条 也是我们的 我想即使 威威和秘妮 分手了 头版头条 也还是我们的 我想 即使恒大降级了 头版头条 也依旧 是我们的 如果有一天 我老无所依 请把我埋在 你温暖的 怀里 我愿意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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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驻天际 只要你真心 拿来我 我愿意 我什么都愿意 我什么都愿意 为你 更同沐浴的花瓣语 他们彼此 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 Baby you'll get Sick of being the monster Out of my head Under my bed Think of something Out of my nightmares See me right there 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 Then will you get bored Killing me Silhouettes of you We're like a taunt Never really noticed What you want With you I don't ever feel calm I can feel the sweat inside my palms Play with me like cats and a string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pain it brings You don't ever wanna give me wings You don't ever wanna set me free You know I'm addicted to you And it's twisted you've been gifted with the evil voodoo Got me coming back for more Even when I've been screwed Dolls full of pins Pierce my heart straight through I got issues in my head I like you in my bed But you keep me on read Oh Everything is like a test I better not text Or I'll come off desperate 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 Baby you'll get Sick of being the monster Out of my head Under my bed Think of something Out of my nightmares Sick of being the monster 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 Then we go Out of my head Out of my head 可以请你 闭上你的眼睛 走进她的怀抱吧 Out of my head Out of my head Out of my head 邱英俊 你可以 在所有朋友的见证下 去亲吻 你的假新娘了 所有的朋友 一起来好吗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一起来好吗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五 一 五 不要假期撑坐啊 停了 还真的啊 这半天我就等这会儿了 她停了 好 非常感谢贾老师啊 给我们带来这么一场 精彩的模拟婚礼啊 也感谢我们的小玉女士 还有感谢我们的黄老师 谢谢 谢谢黄老师 这是我看过最 虚情假意的浪漫婚礼 啊 哪儿虚情假意啊 只不过她老公是运动员 我真怕亲完之后 我身体上会受到一些伤害 哎呀 还行了还行了 这个好 也非常感谢我们现场的观众啊 看不白看一会儿临走是把红包都放到椅子上 好了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期英俊秀 我是邱英俊 谢谢大家 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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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